仁义理智性 第一的就是仁 我们都知道 仁义理智性 一共是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 古人把它叫做五常 五常 三张五常的五常 常是什么意思 常就是自然状态 就是正常 昨天蔡老师 给我们讲课的时候 提到说 他说 知常约明 不知常妄作 凶 就是一个人啊 他知道正常状态的时候 他是明智的 反过来 不知道正常 不知道自然规律 是怎么样子的话 他这个 任意的 妄为的话 其结果就是凶灾 那么凶灾的一个体现呢 就是疾病 甚至 会有一些绝症 我在今天的讲课里边 会跟大家分享 实际上很多绝症 是我们的内心 自己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五常里面 头一个就是人 人对应的五行 是对应的就是木 对应的四季呢 对应的是春天 我们都知道春天是草长应飞的时候 也就是万物生极勃勃的时候 它对应的我们心理状态呢 就是爱人 因为人啊 人这个意思就是爱人的意思 就是慈悲 善良 然后能够同情别人 是指的这个意思 那么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个生 也是指的爱的意思 也是指的人的意思 那么养生养生 养了半天养的是什么呢 是生啊 大家注意 是生 不是养死 生就是指的生机 生机就是指的这个生机勃勃的力量 那么对应的脏腑是哪个呢 就是肝脏 大家请大家注意啊 这里的肝并不是西的那个肝脏 不是这个liver 不是这个脏器 而是指的包括这个脏器在内的身体的一种状态和功能 那么我们都知道脏腑经络和那个蹊跷都是连通的 我们的肝脏如果出了 就是这个肝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它外在表现呢 肝开窍于目嘛 眼睛就会出问题 我一开始学习这个那个传统文化的时候 我首先反省自己 人者爱人 我自己有没有做到人呢 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啊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从小父母比较的这个寄托希望很大 然后呢 自己呢又非常的要强 实际上这个要强啊 就是倔强啊 这就会导致疾病 因为这个木器生发太多的话 这个疾病就来了 我自己要强到什么程度 就是学习必须要考第一名 考第二名我就特别的苦恼 到这种程度 就是也是那种攀缘性特别重啊 而且在家里面 呃 在孝顺父母方面做的也非常的不够 因为当时是学习是第一位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 实际上这种理念非常害人 包括害我自己啊 我这种性格呢 就导致这个干于气质 干于气质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干于气质 这个经 干经的这个经络 从脚一直走身体的内侧 然后到到头 在眼睛里边 在眼睛是外在表现 那也就是说 古人所讲的干开窍于木 所以说我从很小的时候 这个眼睛就不好 实际上我反省啊 就是近视眼 我反省 这与我这个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 等我反省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进一步就推 实际上很多 推起记者们 很多患者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的病 也表现在这个经络上 表现在什么经络呢 就是干经 所以说 我给大家讲一个 我在临床中遇到的案例啊 这个患者呢 姓昭 是一个小女孩 找我看病是 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找我看病 她的那个病啊 就是甲状腺肿瘤 她说我这个地方特别 憋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甲状腺长在这儿嘛 她说我这个地方特别憋的话 然后一试探的脉呢 两个脉是特别咸的 然后我就跟这个女孩说 我说 你这个孩子啊 有一个德行需要修改啊 就是太倔强 就是这性格里边太倔强 太倔强的人啊 这个甘心就不同 男性是往外散的 女性是往里收的 女性就往往收到这个 那个这个 呃 烟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甘惊所过 甘惊是寻喉咙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 一旦淤阻了之后 上下不通 就会得病 她说太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时她找我看病的时候 父母就在旁边 她 爸爸就在旁边说 她说这个孩子 从小就倔 她现在开车 她自己开车 别人有的车超过她 她非得赶过去 把别人超过去 而且把别人憋到一边 就是这种性格 我就跟这个女孩说 我说你这个性格 要是不窄的话 怎么吃药 怎么治疗 都没用 因为这个气存在 大家请注意哈 这个气啊 实际上就是一种 呃 能量趋势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体啊 是由细胞构成的 细胞是由分子构成的 分子是由原子排列组合而成的 对吧 那么我们之所以 原先这儿没有种 没有瘤 为什么后来有了瘤呢 因为细胞的排列方式 分子 原子的排列方式不一样了 我们人体 实际上就是 一堆原子的组合体 我们排列成 这个人的样子 排列成健康人的样子和 病人的样子 都是这堆原子 只不过排列方式不一样而已 原子是听谁的话呢 是听能量的话 就是场 现在物理学叫做场 场能 你的这种气 就会导致在这块 就会有一种场能 你即使把这个地方 给它那个 那个手术切掉之后 这个场能还存在 你将来再吃饭 然后这些分子 还是往这边聚 聚完了之后 还是长肿瘤 没用 所以我就跟他讲 首先就得从这个性格上入手 而且这个孩子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喜欢顶撞父母 我们都知道 这都是木性 木性里边 就是特别伤肝的地方 因为 怒则气上 一个人一生气 一顶撞人 这个气一下就上来了 所以说 我就跟他讲 你要想好病呢 就必须 把这个性格修载好 从哪开始修载呢 就是从孝顺父母 开始修载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百善孝为先 这个人一旦孝顺父母了之后 火气一下就退下去 火气退下去之后 这个经络就 非常容易通畅 经络通畅了之后 病自动就好嘛 所以我说 你是不是在家里 一点家务活都不占啊 他妈在旁边 赶紧点头 他说 这个女儿就是这样的 从小就娇生惯养 一点家务活都不让占 都不占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要想好病的话 从今天开始回家 所有的家务 都不要让你妈做了 因为他母亲当时已经 就是找我开病的时候 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说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老母亲在家天天扫地 天天 那个 做家务 刷碗 所有的活 你都不做 你好吃懒惰 在旁边 让父母 做 而且你还顶撞他们 这个气就不对嘛 这个气不对 就会得病嘛 是不是 回头之后 这个女孩就开始修改 就在我临来前的第二天 他父亲 父母又带他过来 看了我一次 他给我看医院的化验结果 这个肿瘤已经小很多了 我当时也给他用中药辅助治疗 实际上单纯用中药 效果是很慢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甲状腺肿瘤 不是那么快的 他当时来看我的时候 他说 这个医院都非常惊讶 为什么 消得这么快 实际上 这里边有一个深刻的道理 就是我们的心态调整好 这个病就好得快 那么有人会说 您说的这个是从中医角度来讲 从现在科学角度来讲 有没有根据呢 我给大家 汇报一下 非常有根据 因为斯坦福大学的生理学家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理学家 埃尔玛教授 曾经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汽水实验 他把这个人生气 悲伤烦恼 所呼出来的气 收集好 把这个气 再通过一个管道 输入到一个就是 成有那个药水的 这个瓶子里面 这个瓶子的水啊 颜色就会发生改变 他发现 人愤怒的时候 呼出来的气 到最后 让这个水变成紫颜色 悲伤的时候 这个水会变成灰白色 那么他在把这个 紫颜色的水 抽出来 打到小白鼠体内 小白鼠在几分钟之内 抽出死亡 那么我们 这个实验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生气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在分泌毒素 而且 这个教授进一步研究 他说 人生气的时候啊 所消耗的能量 跟一个人跑完三千米 所消耗的能量 是画等号的 生气三分钟 跟那个跑步三千米 所消耗能量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生气 五内沸腾的时候 这时候是特别 消耗你的生命能量 那么这就印证了 中医的一个道理 它叫做 怒则气上 而且这个气一上去 这个火气就把身体的精华 就给耗散掉了 那么 我们远都不说 因为道 这个天地自然之道啊 在我们身上就有 直接的反应 怎么讲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 回想一下 手脚是冰凉的 脸色是发青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人一生气 这个气血就淤阻 气血一淤阻 最快的表现 就是手脚凉 所以说 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中医的诊断方法 有很多 望闻问怯 其中的这个怯啊 不仅是指的达脉 跟别人一交谈 一接触就能大体知道 所以说 有的时候跟别人握手的时候 对方的手脱是特别凉的话 而且你一看他的脸色 又是那种发青的 就会判断出来 这人单有问题 这在古代的阴暗里边 和现代阴暗里边 都有介绍 那么 这是我们身体上 可以自动体会到的 那么剩下来的脸色发青 为什么会发青呢 就是因为 人一生气 分泌的 刚才我讲的 就分泌的紫颜色的 这个毒气特别多 第二个呢 就是让血液里边的 这个成分 发生了变化 第三点呢 就是毛续血管 循环不好 所以在座的 各位啊 大家都可能都有这种体验 就是 人一生气之后 紧接着就是疲劳 疲劳过后 可能手脚就容易发麻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疲劳就是消耗了精力 那么手脚发麻呢 就是末梢 循环就不好 我为什么能把这个事情 讲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生过气 而且我也知道 自己的问题 往往有的时候 跟别人的问题 它都是相通的 别人的问题呢 反过来 你也可以在自己身上 找到答案 所以说 在这个方面啊 中西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现在科学上呢 也得到了这个印证 那么这是第一个呢 就是人啊 仁慈啊 就会养这个肝 那么仁慈的人呢 这个肝血就通畅 然后气满就好 当然就长寿 所以说养生 养的就是这个 生生不息的这个肝气 我们都知道 这个老子有一句话 叫做人生也柔弱 死也当强 我们在生气之后 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四肢僵硬 所以说 我们观察婴儿啊 观察自然现象 就会发现 这个人越健康 越年轻的时候 这些筋骨啊 都是非常柔软的 越上了岁数呢 这个筋骨就变得硬了 就是紧紧张了 所以说 在中医学有一句名言 它叫做 筋长一寸 多活十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筋骨啊 能够伸展 舒展的特别柔软 特别那个伸长 有弹性 它叫做长一寸啊 这个人的寿命 就能多活十年 这反过来呢 筋如果是短一寸呢 就是少活十年 我们反省一下 一个人经常生气的话 他那个经络就会淤阻 就会收缩 时间长了 就会折损他的寿命 怎么折损法呢 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绝症 所以说 这种 得这种绝症的这种方式 有很多啊 那个 在中医学里边 最怕的就是五行生刻 什么刻这个木呢 就是金刻木 后面有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女性 她得了这个肝硬化 实际上就是 金气太盛 所导致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仁慈 对应的是 五脏就是肝 对应的心态呢 就是 仁慈不爱 那么 反过来呢 一个人经常生气呢 也会导致这样的疾病 对应 or 好 ikk